哈喽观众朋友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杨米和刘凯薇宣布离婚后立马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最近这段时间离婚后杨米频繁健身,精神换发 单身后更加有魅力了 不得不说,杨米真是娱乐圈的拼命三娘 刚刚离婚就参加各种活动,典型的工作狂一美 离婚后刘凯薇和杨米粉丝闹得非常强 而刘凯薇和杨米公司的关系让外界议论纷纷 此前有余记爆料称刘凯薇被加刑冷藏 她想回香港发展,刘凯薇的女儿小弄米也在香港读书 刘凯薇回香港发展并不是没有可能 这两天加刑,刘凯薇工作室破天荒的连续发了三条微博 微博的内容是刘凯薇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 并附上刘凯薇在节目中的花絮 加刑工作室这一举动打破了网上刘凯薇被冷藏的传闻 最近刘凯薇在网络上没有什么消息 可能是从离婚中还没走出来 所以没有什么动态,刘凯薇被冷藏的传闻被打破 也就意味着作为加刑工作室股东的杨凯,并没有因为和刘凯薇离婚而冷藏她 看来即使杨凯薇有决策权,杨凯也没有,太过绝情 不见刘凯薇已经和杨凯离婚 虽然刘凯薇还签约在加刑工作室 但是二人只剩下了工作关系 无论刘凯薇是准备继续留在加刑工作室 还是准备回香港发展,去陪伴小糯米 都是她自己的决定 作为旁观值的网友们,不要胡乱猜测造谣生非 对此猪有什么想法吗?欢迎在下方评论 好了,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点个收藏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啦